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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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电视剧《雍正王朝》中 李渭被饰演成一个小乞丐 由于办事机灵干练 才被救灾的雍正收留身边 最后培养成一帮大力 但其实在历史上 李渭压根不是什么穷教花子 而且家境还是比较富裕 只因自己学习不好 才被迫通过卖官欲绝捐了一个官 实受兵不远外郎 据史料记载 李渭虽然大字不识多少 但头脑却非常机智敏捷 师爷等人起草公文奏章时 他往往能切众问题要害 让人佩服之志 由于李渭个人才能出众 雍正帝即位后 便任命为直立一传道 可还没 能到任 又被改任命为云南延一岛 在延一岛任上 李渭的政绩斐然 很快就被升任不证实 主管全省财政税部 但仍然监管阳诺的职务 随后在雍正三年1725年 雍正帝就提拔他为浙江巡抚 兼任两者严正使 整理严正 查处丝严贩卖 在浙江任上 李渭不但在管理严正 查基丝严方面成就突出 还自筹资金修筑海棠 并且善于补盗 而且于雍正七年一举 侦破了甘凤池的反清复明案 着实得到雍正皇帝的喜爱 展开权文作为一个没有官宦背景 李渭 在当官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羁绊 这让他谨慎又忠心 眼中就只有雍正帝一个人 一心为雍正帝办事 所以 雍正帝用他很是放心 在此后的几年里 李渭也是一路高升担任各种药职 并最终官居总督 成为兴朝的一品药员 封江大力 纵揽雍正一招 雍正基本上没有说过他的不是 而且对他提拔速度之快 表扬之多 在众宠臣中 也是绝无仅有的 加许之怀 比莫能庆 这就是雍正对李渭的感情流露 其实 李渭之所以能够受到雍正皇帝的重视和信任 主要还是因为 李渭在仕途上政绩突出 而且对皇帝特别忠心 永不结党营私 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 雍正皇帝最痛恨的 就是朝廷中的大臣结党营私 形成蓬党 除此之外 李渭的特别之处 就是雍正帝十千里马之人 他能很好的拥护雍正皇帝所颁布的新政 这一点也让雍正很高兴 能够事实都为主子着想 这让雍正皇帝非常欣赏 而且 李渭虽然位高权重 但是 却不滥用这权 为人非常低调 这也让雍正皇帝非常放心 中雍正一招 像李渭这样恩宠被指 官位之圣 实处少有 最终李渭于乾隆三年依稀三八年病史 年五十一 乾隆帝命按总督历次与祭藏 是敏达 可以说是 雍正年间三位宠臣中命运最好的一位的 而李渭之所以能够善终原因也很简单 其秘诀只有一个字 那就是中 相较于李渭 年耕耀和龙可多的命运就不怎么好了 据青史稿记载 龙 年二人凭借权势 无复顾忌 网坐微福 急于覆灭 古圣所借 在雍正帝即位之初 年耕耀和龙可多并称雍正的左膀右臂 年耕耀更是先后被任命为川陕宗族 扶远大将军 赴青海征讨厄鲁特罗布藏丹金叛乱 成功后封为一等宫 成为实际的西北王 随后 年耕耀不仅在涉及西部的一切问题上大全独揽 而且还一直奉命直接参与朝政 以致雍正在给年耕耀奏折中写道 耳之真情震实见之 震一甚想你 亦有些朝事和你商量 可以说 年耕耀本来拥有着一副绝世好牌 但他却在高官显觉吉乌一身后 失宠而骄 不把其他官员放在眼里 实书记载 有一次年耕耀进京必见雍正时 迎接他的官员都跪拜着 他却坐在马车上无视这些官 原的存在静止而过 更有甚者 在面对雍正皇帝之时 态度骄恨无视君臣之礼 从年耕耀自身而言 他的死 确实有点就有自取 雍正帝对他的妄自尊大 已经警告再三 若已功造过 避致反恩为仇 可年耕耀却丝毫不知谦逊自保 不守为臣之大 最终逼得雍正皇帝 在作折中大骂年耕耀 为政法纪雍正帝销官夺绝 列大罪九十二条 于公元一七二六年 雍正四年赐自尽 而龙开多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 作为当时部军统领 龙开多在皇位继承的过程中 有着举足轻重的作为 手握京师重兵 如果没有他的支持 很可能雍正就没法顺利继位了 故关于雍正顺利继位 就有这么一句话 世宗之利 外得利于年耕耀 内得利于龙克多 正是有这样一份雍利之功 所以在雍正继位后 龙克多官运亨通 位及人臣 位高而权重 权重则结党 位高权重的龙克多 却趁此机会培养了一大批自己的门生 当羽 此外 在清朝卖官欲绝的现象极为普遍 掌握官员升迁任免的龙克多 通过卖官欲绝获取了大量的财富 最出名的就是他有一个宠妾 曾建议龙克多收取大贪官将您巡抚无存理费银一万二千两 为其办事 可以说 龙克多也和年庚瑶犯了一样的毛病 觉得自己是雍正的功臣 行为不再收敛 多次贪污劣裁 最后无比失望的雍正帝下赵曰 朕预计之初 龙克多 年庚瑶皆既已心腹 毫无猜防 熟知朕视为义得 毕竟有二心 招权乃会 善作为福 欺猛被赴 朕岂能姑息养奸爷 最终龙克多因结党营私 并私藏欲蝶 被雍正帝逮捕 抄家 定四十一条大罪 幽禁于畅春园 后在雍正六年一七二八年 龙克多死于禁锁 最后我们要说 黎为 年庚瑶和龙克多 都曾一度为雍正的三大宠臣 然而 其三人的命运最后却大为不同 年庚瑶以战多成为外府重臣 龙克多以贵妻成为内府重臣 两位内外重臣最终却结局悲惨至极 唯有捐资为官的黎为 信奉一个忠字得以善种 这或许正是 树大招风 官大单险 越是位高权重 就越要懂得收敛和低调 半君如半虎 刻刻要当心 凡事不宜禁闭 禁闭则衰 经义不宜过高 过高则放兴而回来 爵位不宜太盛 太盛则为矣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